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PETRONAS Pre-MAX 95 富含ProDrive 17 年算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如果你的孩子今年17 岁的话呢 他即将要中学毕业 可能即将要迈入大学的生涯 Toyota 就有一款晶田跑车 已经沉睡了17 年那么久 那在许多性能车名多年的期待上呢 如今他终于复活了 Toyota Supra A90 算是 他们的社长丰田张兰大力推动的其中一个作品 身为业余赛车手的他呢 在参加比赛时 开的正是上一代的Supra A80 相比起其他车队啊 他们开的都是刚上市的新车 这也让丰田张兰 兴起了要复活Supra 这台车的念头 那为此呢 Toyota 就特地设立了一个开发团队 这个团队的名字啊被称为 Sports Car Dream Team 哇 非常的梦幻 这个团队呢在开发初期呢就做了research 从Supra 的新能名身上得到的答复是 新一代的Supra 必须维持直流引擎 还有前置后驱的设定 为了缩短开发时间还有开发成本啦 那Toyota 就直接找上了 BMW 一起合作 开发出全新一代的 Toyota Supra 了 于是 新一代的Supra 就成为了新一代BMW Z4 的兄弟车款 那在外形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新车啊 它是和Z4 一样采用了一个长车头短车尾的车身比例设计 但是在造型部分 Supra 就 拥有自己的一个设计元素啦 我们可以看到 设计团队 他们很努力的保留了这个 F T1 Concept 概念车的设计理念 像是中间这个启发着 F1 赛车的车比设计呢就获得了保留 然后这个头灯组呢也是和概念车长得相似 不过稍微圆韧了一些 这个头灯组呢是拥有6颗一元的 LED 头灯 而且还具备主动远近光灯的功能 至于保鲜感设计也是 延续了 F T1 Concept 概念车的设计 你不要看这个进气格山那么的大型哦 其实 这个是假的 这个也是假的 只有下方一点点的进气口是真正有导风的功能而已 长车头短车尾的车身比例设计 很性感对吧 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除了为了要容纳直6引擎以外呢 其实 平衡的车身配重才是主要原因 那从镜头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Toyota Supra 的整体车身长度相当的紧凑 其实它的轴距只有2470mm 这个长度只是和Protonsaga相差了5mm而已 而和自家的Toyota 86相比的话 它的轴距还要比86短了100mm 除了轴距以外 新一代 Supra 它的重心也是比86还要更低 这样的设计主要是考量到更加平衡的车身配重 至于在轮台部分 新一代 Supra 采用的是19寸轮圈的设计 并搭配Michelin Pilot Sport 4 S 性能轮胎 前方的轮胎尺寸为255 35 19 而后方则是比较宽的275 35 19 自动系统方面 它也是和其他性能车款一样 前方采用的是来自Brembo 的 大四活塞刹车卡钳 而后方则是原厂的单颗活塞设计 在车尾部分原厂也是有尽力在维持 Supra 牛魔王经典的造型设计 其中这个轮拱其实是有故事的 原厂为了要打造出这样的一个造型 特地采用全新的生产方式来打造出这个轮功 而后方与尾门一体式的压椎尾翼也是非常的漂亮 还有我个人相当喜欢的这个立体式 叶子尾灯组造型 下方的大型扰流器除了非常具有战斗气息外 它还是有功能的 主要是稳定车质 其实整个车尾造型原厂都是有下一番苦心 来制造足够的下压力与稳定车质 另外这个造型非常独特的侧丁 它也是有名堂的 它的名字叫做Double Bubble Roof 这个设计其实是启发自Toyota 2000 GT 以及上一代的Supra A80 作用主要是用来减低风阻 打开引擎盖我们就可以看到 牛魔王的2ZZ 不是啦 这个新一代的Supra 它因为是和BMW合作开发 所以它就直接采用了BMW线型的6缸引擎 这具引擎它的代号是B58 它是一颗直列6缸双卧流无人质量引擎 这具引擎可产生的最大马力为335hp 而峰值扭力则是500Nm 并搭配 ZF的神级8速自排变速箱 这个动力组合在Supra身上 根据原厂的数据 0-100的加速为4.3秒 但是国外 有人进行实测过后的成绩是3.8秒 而我们的成绩呢 请看画面 为了测试Supra A90 0-100的加速是不是真的需要4.3秒 我们就开到了一个空地 然后进行实际的加速实测 那首先我们要先启动这个Launch Control 弹射起步 我就 首先我必须要把这个 模式切换至运动模式 然后关掉Traction Control Launch Control Active YES 转转转车 转转车 转转转车 转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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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装部分除了这个空调出风口设计 还有这个液晶仪表盘 让我想起了Lexus 喜欢的 其余部分 基本上 就是 BMW 不过我有点我很喜欢的是它的这个 Carbon Fiber 的四半还蛮漂亮的啦 也是很有战斗格 那直接沿用 BMW 的内装啊 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除了它的坐姿非常有战斗格以外 这些用料也比较好啊 比较 Premium 的感觉相比起 86 的内装 这一个内装就好很多了 我国的 Supra 在配备上还算是丰富啦 像是原厂就导入了被称为 Toyota Supra Safety 的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这个系统包含了前方碰撞预警 车道偏移警示 以及车侧盲点侦测 那除此之外呢这台车还有 JBL 的音响系统 以及我个人很喜欢的这个无线重新充电插座 但是这台车 这个 BMW iDrive 竟然不支援 Apple CarPlay 除了这个 BMW 的完美坐姿以外 我也蛮喜欢 Supra 的这个铜椅设计 包覆性很好 整体做到都是刚刚好的 我们马来西亚版本的 Supra 是搭载 3.0L 的直列六缸 双涡流涡轮震压引擎 这一具引擎和它的 F1.645 变速箱 都是 源自 BMW 所以其实这整个动力组合还有底盘 然后我觉得这一台新一代的 Supra 开起来是 感觉上是很 BMW 的 这台车开起来很紧凑 加上它的这个 50 50 的这个 平均配重啊 让这台车啊 无论是 直线也好 在弯道也好 整个感觉啊 都是很到位的 我在退档的时候还有那个 啪啪啪的 放屁声喔 真的是非常的热血 很多人就觉得这个 这个 3.0L 直列六缸 它的马力才 335 FF 我猜 我就觉得 Supra 的输出就不应该这么少 相比起上一代 Supra 那个已经几乎被神化的 一代名机 2ZZ 2ZZ 啦 随便随便就可以挤出一个 1000 匹啊 800 匹之类的 这个 这一具新世代的双握轮轮载引擎呢 它的输出就可能看起来比较弱了一点 坦白说 实际开起来的我其实并不觉得它有任何的不足 为什么 示范给大家看 这种新世代的引擎啊 它能够给你一个随传随到的加速感 加上这台车它很紧凑 很小台 整个感觉 其实是配合到很好的很均衡的感觉 我反而觉得如果要安装一台 2ZZ 的话呢 可能会 毁掉了这台车的整个平衡 均衡的这个设定 而且 2ZZ 这种 上一个世代的引擎呢 它有什么问题 它的问题就是在 它 不够全面 它的Turbo Lake 很严重 当然 各有各的好啦 像 2ZZ 这种很 Raw 很原始的感觉呢 在这一具 3.0L 这一具新世代的 3.0L 直列六缸引擎是找不到的 因为这一台引擎呢它整个感觉就是很 Refined 已经是很细腻了 也能够应付 比较全面啦就是你 平常普通开去买菜的话 它也不会难开 对重点是它很容易开 这台车的操控啊我必须用紧凑来行喔 这一方面呢也是很 很有 BMW 的那个味道 它的 加上的这个配重很均衡 所以你在激烈过弯的时候啊 你会觉得这台车 整个是很平稳的这样子过 然后 车尾也是及时跟到车头 甚至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车尾是有点 tail-handy 的 它有一点蠢蠢欲动要甩出去甩出去的感觉 就是只要你稍微 再把油门踩大一点的话 在动作再激烈一点的话 我觉得它就是 就是直接飘出去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转这个弯 这个车子啊整个感觉是很一起的 这是它这个短轴距所带来的一个 好处啦 很直接很灵敏的感觉 整个车是很灵活的 完全并没有因为它 搭载这个直流引擎的关系啊 刚才我说的这个 车头重的那个感觉啊 而影响到它的操控 整个感觉还是很平衡的 如果你问我的话 你问我的话我是完全爱上这台车子这个操控的动态表现的 而且它的这个重心很低 在过弯的时候啊 你会觉得这台车子很咬地 它的这个抓地力也很出色 加上我现在 加上这台车 原厂来的就是这个 Michelin Pilot Sport 4S 的这个 性能轮胎啊 一个字 赞 那我必须说的是 如今这一种新世代的性能车 其实已经变得很容易开 然后 又可以给你一个更快的圈速 因为在这些电子系统辅助之下呢 这些车已经变得很容易开了 然后你又可以 拿到一个更快的时间 呃 你不需要 很精准很厉害的驾驶技术呢 你也可以掌握到 可以操控到它 而不像那种比较硬派的 比较原始的跑车 的性能车 它们就真的是需要一定的一个实力 你才可以掌握到它啦 可能有些人会好奇 新一代的Supra 平常日常开的话 表现是怎样 其实新一代的Supra呢 它很多东西都是直接沿用这个 BMW Z4的 配置 包括它的这个电子系统啦 那 驾驶模式方面呢 它也是和Z4一样 备有不同的驾驶模式可以选择 可是Z4呢 我印象中它是有四五种驾驶模式的 像是 Eco啊 Sport啊 Sport Plus之类的 分的比较细 而这台Supra呢 它只有两个驾驶模式 那就是Normal 以及Sport 因为现在我是很纯正的 City Drive 所以我就使用了这个 Normal模式 普通模式来开这台车 它的整个感觉啊 它 包括它的这个动力表现啊 是很线形的 比较柔顺一点啊 相比起Sport 模式之下 然后呢 悬吊方面也是 因为它使用的是电子悬吊 所以 电子系统将它设定到比较偏软一点 这台车子的后悬挂 它的那个Spring 应该是它的那个系数很高 真的是偏硬的 但是它的那个阻尼啊 它的Absolver 已经是有调软了 所以在过黄线也好 在 过烂路也好的 它都有 做到过滤碎震的这个 效果 对我而言 这样的一个设定 其实开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我觉得这个Normal Mode 如果你要做一个日常驾驶来说啦 以一台 比较纯种的性能跑车来讲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设定其实已经是很 很人性化了 它在这方面呢 就显示出了它在这个现今这个科技下 所带来的这个灵活性 因为只需要透过电子系统来 做一个两个不同的设定 你就可以拥有两种不同的 驾驶感觉 来兼顾到你一个 平常开的一个 日常需求 相比起以往牛魔王那大辣辣 原始感十足的老粗性格 这一个新一代的牛魔王则是 化身成为一个很 Refined 的美男子 它不止Refined 它很容易开 而且很Daily Friendly 以往的牛魔王是 直线加速王 但是在弯道上呢 肯定就不及当时的同级对手了 而这一代的这个牛魔王则变身成为一个很全方位的 Sport Coupe 对我而言 其实很多人拿来相比的这个 Supra A80 和这个 A90 呢 其实是两台不一样的车 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定位 只是车名一样而已 但无论如何 至少现在丰田藏蓝 终于有自己的新车可以开下赛道了 而且这台车还是一个 可以在赛道上拿到好成绩的好车 喜欢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吗 那就别忘了按赞 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及别忘了那个小铃铛 我是小明小编 我们下一回再见 拜拜 表演 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PETRONAS Pre-MAX 95 富含 Pro-Drive 好